歡迎收看 他也會模仿啊 他會模仿 他會模仿 謝謝 因為我會模仿其他別人 我現在找到其他的朋友 我會模仿張宇 真的假的 好像 近距離魔術冠軍 表演秘訣大公開 他竟然是一位台灣的魔術總冠軍 他在這裡表演 你竟然看不出他的手法 那就厲害了 所以你專攻的就是這個 專攻近距離 攻多久了 攻了差不多五年了 你為什麼特殊要攻這種近距離 年入營業額多少 跟大家報告一下 1500萬 那你賣的是 其他 對 你賣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專門做個性化商品的 你的營業額 年營業額 是多少 在去年的話 大概1600萬左右 他自創了一個記憶卡品牌 一年營業額4000萬 一年 大家好 我是SUSI 今年22歲 才22歲 新年級百萬富翁賺百萬後 享受大不同 你賺到錢第一件事去做什麼時候 跟朋友一起吃魚吃 賺到第一筆錢你拿來做什麼 後來就去買了一 也是B字頭的車子 來買了一部車子 對 花300萬買了一部車 問一下那個楊中偉 賺到的第一個100萬要幹嘛 我現在滿想買一台就是機車 但是不是重車 就是一般的機車 中偉說等一下如果萬一你過來 我買一部給你 唯一的條件 從此要叫我乾爹 好不好 就叫我乾爹 好 沒關係 Let's go 歡迎收看 我猜 我猜 掌聲鼓勵 今天我們穿的真是煞士油味道 沒錯 憲哥 你今天是不是 你不是每次看到美女 都要叫他們走台步嗎 對 漂亮的一定要走台 音樂 是我們也要走好不好 鴨子 Let's go 沒想到這個鴨子屁股還滿翹的有沒有 回來啦 喂 妳倆像話嘛 今天 你說真的 你只要我站不站 是嗎 不錯 不錯 就依照這個造型好不好 再 再撐六個月就夠了 六個月怎麼樣 今天呢 歡迎鴨子 對…今天鴨子 她心情是複雜的 對 為什麼呢 她是應該跟今天一票人 大家一起出來 對… 可是我覺得她的好朋友也會開心 她又多了觸角 現在變成主持了 多了觸角應該變成蟑螂吧 多了觸角 妳才多了觸角咧 多了觸角 鴨子為我們節目做很大的這個改變 對… 她從來喔 從來 沒有露過額頭 這件事情好不好 對啊 額頭 今天第一次見到羊哥 她露額頭是漂亮的 對啊 漂亮不漂亮 你們自己說 今天來做一個狂野的 狂野 對 妳們兩個能不能給我一個這種姿勢 甩頭 我已經 我等妳問這個問題問好久了 好 不錯 好 來… Yeah HAPPY VETAL 乾淨… 鴨子 好… 鴨子來一下 我嗎 她不需要甩 現在已經有一種狂野的感覺了 她已經一直往上 真的嗎 不行啊 你們落我現在要去弄一下頭髮 是不是壞了 喂… 好啦 趕快介紹我們 今天我們的這來賓呢 今天真的要用歌聲來介紹 現在最夯的 不得了啦 通通來了 各位 第一位用聲音來介紹她自己 盧學瑞來囉 新歌來了對不對 這次我要唱那個 我在專輯裡面有收錄的 是重新詮釋的氧氣 唱一下氧氣 好 如果你愛我 你會來救我 你會知道我 怪不能活 如果你愛我 你會來救我 你會來救我 勾氣很細薄 因為寂寞 唉唷 天啊 謝謝 好深信喔 有沒有看到 這歌唱到一般 阿雅就不見了好不好 太感動了 我在這裡 因為她勝虧有沒有 對 而且我們的髮型師很帥氣 我們節目真隨性 喂 各位 喂 像話嗎 希望專輯唱片能大賣 等一下 憲哥 我要訪問一下小美 她除了實力派的唱將的身分之外 她很會耍寶 對 很會耍 模仿 來一下 Yo 所以想見到我看的是你一樣 今天實在有人真的好大膽 她的名字叫做 阿雅姐還有憲哥 Yo 我的夥伴是鴨子鞋 Yo… 好爛 Yo… 余瑞 正是膽子太大了 Yo姐起來 Come on 真的嗎 你真的要跟我逼頭 余瑞 你真的不知道 我才是真正的freestyle的天王 你今天穿這個樣子 你真的膽子好大 看不出來你專門偷連牆貨 Yo… 真的耶 還剩下寶神偷 不過我覺得余瑞其實 其實有主持的潛力 將來可以考慮一下 對啊 很可愛 很可愛 而且她很會模仿 她會模仿誰 趕快今天你的好朋友 來爆料一下 她會模仿成蕾 真的嗎 那來我們我猜一定要秀一下 用成蕾唱自己的歌好了 好不好 成蕾唱我自己歌 這個難度太高了吧 好 那我就用成蕾唱我的那個 早知道愛 早知道愛 我遺忘了離開 好了啦 我現在要走偶像路線 偶像會搞笑也很好啊 如蕾 自然就是美 對… 現在都是走自然路線 我今天人馬很多 介紹第二個好了 好… 這一位算是新朋友 但是女生能夠自己寫歌 自己唱 這是不容易的 歡迎我們的郭彩婕 彩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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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話的聲音很甜美 但是唱起歌來卻又很成熟 對 對 我很納悶 就講話很像小孩子 可是唱歌又是另外一個聲音 還在念書 對…大四 大四啊 對 而且我本來之前看 那妳又念書又要出唱片 那會不會 必不了業 我怕她大四不好 真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加油 那憲哥要不要唱一下 好 好 快一點 快一點 5 6 7 8 快一點 快一點 現在就跟我有關 明天相拒絕 甩掉那些曖昧 然後只愛我 不錯 我告訴妳 能夠在壓力那麼大的狀態下 這樣好好唱歌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對 要很冷靜 不過她剛剛瞳孔有放大的現場 妳快一點 那要送醫院 對 人家那種比賽的選手有沒有 遇到會緊張的時候 怎麼樣消除緊張妳知道 怎麼樣 給自己鳥鳥的 這樣子 什麼 不好意思喔 總裁 聽說手上在手心寫一個人 然後把它吃掉 然後把它吃掉這樣有沒有 你有聽過是不是 我有試過 沒有試過 就覺得很荒謬 蛤 什麼態度妳 什麼態度 我們來聽聽評審怎麼說好不好 歡迎楊仲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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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麼大聲 鴿子都跑掉了 來… 忠偉 我新歌來了 終於 等久了 千呼萬喚使出來 是 不容易 對 這一出來就是20萬張的銷售量 沒有啦 命的 謝謝 妳好厲害 已經快破我當年的紀錄我了吧 什麼 要往自己臉上貼一點 對啦 妳當年也是歌壇的一個唱將 不過中緯的歌真好聽 謝謝 聽妳的歌有一種走入蒼蒼的感受 而且 妳本身就是私底下也是這麼文靜嗎 還是妳是屬於那種 我私底下不文靜 就是人來風是不是 對 我很棒 她也會模仿啊 她會模仿誰 太好了今天 鴨子出門 對 暴六王 今天該不會是陳蕾專輯吧 她會模仿諸葛亮 原來妳是演藝 她真的假的 對 謝謝 欸 就這樣啦 因為我會模仿其他別人 我現在找到其他的痛調 還有其他嗎 我會模仿張宇 真的假的 唱歌非常用力是不是 張宇這個就是本身歌藝也要很好 才有辦法 對 而且是痛苦歌王 那你要非常痛苦喔 好 OK 來 中緯 如果妳不想要小腿主要成長 我會不會要一起到來 好香喔 好香喔 天啊 我看章魚哥飯碗不飽了 但是我跟妳講 妳就錯了 我跟妳講一個壞消息 什麼壞消息 那天章魚上我的節目 她在模仿妳 有必要這樣子PK來PK去的嗎 後來現在都歡迎楊宗偉 然後章魚就出來了 兩個人交換位子 新型歌星哥 你看 專輯唱片已經來了 對不對 大家引領期盼 終於面試了 專輯明天講什麼 就是要大家這樣洪亮的講出來一下 來... 歌名就叫歌子 有這首嗎 我帶來裡面的一首 就是他們都有唱過其他曲風 就是快歌然後俗情歌 那我就帶來一首 比較慵懶的歌曲 對 爵士 對... 真的喔 對愛渴望 對愛渴望 來... 條件都已放寬 精彩又怎樣 愛情的是永良 情良肩膀 睡得太晚 夢太平凡 別來煩 好慵懶喔 好困惱喔 肚子膩膀 天都快亮 天都快亮 謝謝 好厲害喔 好厲害 每一種曲風都詮釋得好棒 這證明會唱歌 他唱什麼歌都好聽 對啊 不會唱歌搞一些什麼 Rap什麼那個都 喂 你們手勢不要留影射 沒有影射 沒有影射 就是說你 對 加油... 再來是我們一群的這個戲劇人 因為他們當然也出唱片 但他們現在 是演的一個戲 對 今天是以一個群組來的對不對 對 好 來介紹一下 林俊傑 陸家西 李久貞 鍾西妮 張勳傑 嗨 原來我不算 原來我不算 Yeah 建榮很堅強 叫什麼來的 我以為我 叫做 原來我不算 原來我不算 那憲哥也應該去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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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章好像罵到他們三個 沒有 沒有 他們劇名本來就這樣 其實他們三個是很有型的 謝謝 謝謝憲哥 所以這個是一齣愛情喜劇嗎 九澤街這個就得到金鐘獎 你看 其實 原來我不算 他不是愛情戲 他是屬於校園搞笑 對 你們今天五位到來 證明一件事情 什麼事 剛好給這個中尾 前面這三位也可以看看 我告訴你 你以為他們是演員 我告訴你 每一個都好會唱 他們本來 本來就是歌手 今天有話毒的現象 來… 俊傑…來… 我嗎 將來 來一下… 將來 誰啊 人也要唱… 講老半截是他自己 沒辦法你知道 唱一下… 我唱這個新歌好了 過季的王 好可憐喔 從未曝光的這首歌是 我們原來我不算裡面的片尾曲 哎呀 太好了 我特別為這個 原來我不算寫的片尾曲 叫做期待你的愛 期待你的愛 對不對 期待 期待你發現我的愛 無所不在 我自然而然的關懷 無常不在 心靈感應的方向 我一眼就看出來 是因為愛 我猜 我猜 你早已發現我的愛 繞幾個彎 靠越近越明白 不要走開 天來 天來 幸福的開始 就是 放手去 愛 今天真的是 金日王 年輕一派的唱將 而且林俊傑唱完 這邊馬上舉起 銳不可當 憲哥還有一位 金曲歌王要成像 金曲歌王 李九成 你這樣子 你不秀一下就不行了對不對 林俊傑們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今年的金曲歌王 李九成 來 九成帶來一首歌 好 是我想太多 好柔喔 你總這樣說 但你卻沒有 演藝圈越來越難過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這樣說 這是唯一能 安慰我 的理由 好 今天我們觀眾沒有可以說 一保爾服 今天我們的內容不用演了 直接開演唱會 但是各位 一整集的內容裡面 我們逮到機會 一直到誰誰就要唱 好不好 愛我 沒有人 等一下 你這樣財貪肩同手不行啊 不是啊 也是偶爾要轉到自己 對 等一下 我覺得憲哥 其實有沒有感受到他 那個心裡有點不平衡對不對 壓力大 憲哥一定要讓他秀一下 這樣你秀一段霹靂舞好不好 各位 謝謝大家 好 所以馬上進入我們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掌聲鼓勵 好 那麼大家一起來猜啦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都很不好猜的 有一位亂哈拉的 一起歡迎第一位郭怡辰 歡迎 歡迎 郭怡辰 25歲 姬蓉倫 來了 哇 文秋秋的 對啊 他身懷絕境 真的 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想學的 這一位可怕了 他靠的是一把好的手上功夫 他竟然是一位台灣的魔術總冠軍 我跟你講魔術就算了 他是近距離的魔術 對 就是別人可以看的 靠得這麼近看他變 你看 可以這麼近 看不出破綻 對 他在這裡表演 你竟然看不出他的手法 那就厲害了 所以你專攻了就這個 專攻近距離 攻多久了 攻了差不多五年了 還沒攻頂 五年了 那當時你看魔術有那麼多 大魔鏡我們都看過 你為什麼特殊要攻這種近距離 你應該不會是進到 讓對方根本沒有辦法 好神奇 怎麼會這樣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事了 這麼近 戳在他鼻子他根本看不出來 因為喜歡跟觀眾互動的感覺 近距離觀眾看了會比較驚訝 他會500多種 他這麼厲害 以前是念書的時候學的 花了30萬元去買教學錄影帶 你是被騙了 搞到自己非常的寒酸 吃飯就是配那個 肉鬆 對 那時候因為在學校 自助餐的飯是免錢的 因為為了要買魔術道具 所以就去買一罐那個三島香鬆 就是配著吃 就免錢的飯猛配那個 可是怎麼會花到30萬呢 是學什麼 因為其實他有非常多的 那你們難道不想問 沒有人家現在不一樣 現在人家很夯的 對 澱粉 就是 就是因為 魔術可能要有魔術道具 然後魔術的教學 可能要跟老師學這樣子 學費啊 服裝什麼要自己打理道 這樣子 最厲害是怎麼變 我滿擅長那個空手出牌 就是從手上抓出不克牌這樣子 手是空空的給人家看 然後你可以爬爬就出牌 對 抓出不克牌 然後我們可以很近的看 然後看不到你有長牌 對 我想知道可以多近 就這麼近啊 就靠在你面前給你打 就剛這樣子 這麼近 對啊 我 曾經為了訓練手部的靈活度 損失了幾千塊的錢幣 滾錢對不對 對 因為魔術師的基本功是要滾錢幣 然後在滾的時候呢 你看他現在正在動那個手指好快 當學的技術越高的時候呢 就是滾的錢幣越來越貴 對 因為想說 為什麼 因為要有品味嘛 那你為什麼 該不會滾一千塊鈔票吧 就是 因為之後呢 大紅板 對對對 就是那個我們喜歡用 魔術師喜歡用美金五角 美金五角來滾 就是你 可能是假的喔 你要自信喔 我想問就是你變魔術的時候 你會戴隱形眼鏡嗎 欸 因為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因為我近視很深 對 所以我只有在很特殊的場合 我才會戴隱形眼鏡 不然一般近距離我都是戴 那我懂了啦 也算是一個有型啦 他近視深到什麼程度 到什麼程度 就表演魔術 他也搞不清楚人家到底有沒有看穿 但是他不在意 因為他看不到就好 都是自嗨型的 小楊 就是可以請你擺幾個姿勢嗎 就是 你開場或者結束會有什麼姿勢 好 結束姿勢擺一個給你們 不...是你 憲哥很想擺 蛤 什麼都是 是嗎 他不看 不靠姿勢取勝 他要靠魔術的技巧 好 沒問題 那就後面等待的啦 好不好 郭怡辰是全台冠軍的 近距離魔術表演家 擅長500多種魔術喔 真想看看你表演咧 歡迎第二位 朱凡光來囉 歡迎 朱凡光11歲台北人 11歲 好可愛喔 還有浮泰 天啊 根本就是小叮噹裡頭的人物啊 妳跟大家要先問候 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 我是朱凡光 朱凡光 小豬啊 小豬妳幾歲 11歲 11歲 王毅妳長得快比叔叔大 而且妳腳還在冒煙 真的耶 痛不痛啊 有肝冰 各位 這一位真的有專長 看到她的專長 我心裡面的感動啊 真的是不可言喻 為什麼有這麼感動呢 她竟然是一位冠軍 而且她 嘴巴的功夫一流 沒錯 我直接來問她 不是啦 不是啦 她也是嘴巴的冠軍 是啊 但是不是這個 好 她靠嘴巴得冠軍 什麼 來 猜一下 櫻桃的梗 然後打結 櫻桃的梗打結 我還記得有這一招 你現在很愛玩 彩潔妳呢 沙克風 吹沙克風 她的肺活量應該沒問題 對啊 有點難欸 隨便猜一下 隨便講一個 葵葵 你猜什麼都對 喂 她打敗小林尊 大概是 日本大衛王 口氣吧 口汁 就是會弄得很 來 來 加星 我也覺得應該是樂器 或是吹氣球吧 吹氣球 我覺得吹喇叭 吹喇叭 因為她的嘴唇很厚 喇叭需要嘴唇很厚 沒錯 她的工作就是要吹的 小胖 小胖 我 差點不記得自己的名字 小胖 這是我 你覺得她 如果是吹吧的話 可能 吹吧 吹吧 那個 可以放很多乒乓球在吹吧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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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在哪裡 炮哥 乒乓球 然後呢 因為還有獎牌 朱泛光先生告訴他們 這些不懂得欣賞的傢伙 對 你是什麼的冠軍 到底這位小女兒 有何種復衛人質專長呢 想知道就千萬別轉台 等等回來就告訴你 全台唯一的國標狗 什麼情況下發覺它會跳國標舞 因為本來不是特別的 要訓練她跳國標 是剛好聽到音樂 她會隨著搖擺 那她會不會有時候就跳累 然後就發脾氣不想再跳 不會 但是她會在別的狗狗的舞鞋裡面 放定一顆 她有五一嗎 這個問題不錯 她五一勞動節 很像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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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什麼的冠軍 口琴 口琴 真的嗎 吹幾年了 團體的是快五年 獨奏的是快要四年 我跟你講 他是天才 他可以一次吹三支口琴 四支 為什麼要把自己搞這麼麻 吹四支 四支 而且她是直著吹 怎麼吹啊 好啦 她是輪著吹 那是啃玉米吧 而且連續四年都拿到冠軍 真的嗎 有多少人比賽 50幾個人 10幾個人 50幾個 50幾個 吹到嘴巴破皮 對 因為 就只能喝水 妳可以擺 只能喝水 叔叔在問妳話 妳可以把眼睛張開嗎 她已經張開了 就她的特色 好可愛 超可愛的 來 我們幫忙 喂 不要這樣好不好 有 不要這樣 好啦... 我們是開玩笑 妳不介意吧 妳不介意吧 她還小孩子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乖 過年再給妳 我覺得妳長得超帥的 真的 媽媽因為她吹口琴 覺得好驕傲 當然啦 冠軍連續四年 這個孩子在學校的成績 妳也知道 對不對 所以 怎麼樣 在學校成績 怎麼樣 妳又知道了 成績好不好 還好 還好 這樣妳了解了嗎 不要 遇遇裡頭有遇 遇遇很強就不簡單 那就不得了啦 對啊 妳以前小時候成績怎麼樣 妳知道 妳知道嗎 各位 真的 這個孩子真的就是這樣 她竟然還拿過 除了口琴以外 還拿過 圍棋全國亞軍 哇 所以 我跟妳講 她是一個邏輯思考 很厲害的一個小孩 各位 她還拿過 台北市 第一等多面獎金 這個金牌 我們很期待耶 什麼 在美術方面 花花 是花花嗎 還拿過金牌獎 哇 覺得有可能嗎 有問題嗎 要不要問她 妳喜歡吹口氣嗎 嗯 喜歡 所以妳是真心喜歡吹口氣 沒有 她其實喜歡跳芭蕾舞 只是還沒有機會好好練 後來有一次 這個失誤壓死她的舞伴以後 就只好改吹口 改吹口琴 喂 來 姐姐 妳最愛吹哪一首歌 對 剛剛好像都沒有聽到 對 金婚寺 金婚寺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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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不是啊 那是什麼 你哼一下好了 不是 也不要現場給叔叔難看 叔叔很愛面 你那邊長得快比叔叔大隻了 你也給叔叔難看 叔叔會難過 叔叔 對 叔叔 別難過啦 我們都很喜歡你啊叔叔 對 我們看一下 朱范光可是一位口琴冠軍喔 最厲害的是 她可以一次吹四支口琴的 真的還是假的 第三位來了 娃娃 3歲了 歡迎娃娃 娃娃好厲害 娃娃3歲 是一次黃金獵犬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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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一隻 超級可愛的 超級可愛 來... 乖... 黃金獵犬最OK了 她長得超可愛的 太胖了啦 娃娃是她還是妳 在她坐下嗎 各位 這隻黃金獵犬她就可怕了 她竟然會跳 國標舞 哇 太強了吧 她是目前為止我們找到 欸 欸 唯一一隻 楊中文在填妳的照片 Oh my God 她想要跟她共舞 我們找到 欸 唉唷 我們找到唯一一隻 會跳國標舞的舞 沒有第二隻了 真的 就夠啦 那妳是什麼情況下 國標舞的舞 什麼情況下發覺她會 搞國標舞 這位老師 因為本來不是 特別的要訓練她跳國標 是剛好聽到音樂 她會隨著搖擺就對了 聽說她可以跳到 有這種節奏出來 節舞啊 這不一樣的東西啦 聽說她會跳舞伴對不對 除了你之外 她喜歡跟什麼樣的舞伴跳 像憲哥那麼帥的人 啊 沒有 她算是外貿協會的一種 外貿協會 我還挑人跳就對了 那這個要練好她這個舞步 花了一年的時間 一年 一整年就陪著她 但是值得啊 她現在一場出場費多少 她真的對我很有意思 她有公定價是差不多2萬塊左右 出去表演就是2萬 哇 她在咬我 來 跟她對話一下 欸 我看妳站在那裡 真的在那裡啊 欸 欸 什麼她 什麼她是口水 Oh my God 有人出價幾十萬要買她的狗 甚至出價出到百萬了這一隻 就是因為她會跳舞嗎 對 因為她看到她的表演 覺得很特別 來 有什麼問題 直接發問 來 我們請娃娃回答 對 那她有舞一嗎 好問題欸 對啊 這個問題不錯 她舞一勞動節有休息 她在特別場合我們會幫她穿衣服 什麼時候發覺娃娃會跳舞 有這個慧根 三年了 三年了 那她做了什麼動作 你覺得她會跳舞 剛開始她是聽到音樂會 就是隨著音樂起舞 搖擺 對 搖擺 沒有錯 娃娃可是一隻不平凡的黃金獵犬 她是全台唯一會跳國標舞的狗狗 真的太可愛了 今天單組感覺都好精采 真希望三組都是真的 不過有一組在吹牛喔 到底是誰呢 各位 三個人當中 有一位對我們說了謊話 不好猜… 到底哪一位是假的呢 盧學睿 小美 3號 3號 為什麼 因為 我也不知道 日絕是她 直覺 對 直覺 因為她不會說話嗎 對啊 她都沒有跟我講實話 她有口難言 對 她就覺得 失望 蔡婕 幾號 1號 1號 為什麼 因為覺得魔術士手 應該要就是很靈活很心理 但她的手指頭跟我一樣 就是那種短短 胖胖 很像甜不辣 1號是真的 甜不辣 可是她吉他剪得很乾淨 真的 沒關係 你想要猜1號就猜1號 對 猜1號 1號 楊中瑋先生 我也想猜1號 為什麼 我在猶豫 但是我覺得1號好像他太鎮定了 1號看起來很像一個大學生對不對 來 兩位 3號 9則 我覺得 我覺得11號 然後他們覺得13號 那應該要聽妳的 怎麼辦 她選13號嗎 為什麼 謝謝憲哥 為什麼 因為 她的結尾姿勢很爛 對 9則 對不對 人家說最好的結尾是 表演當中最重要的 前面整個都掛掉了 最後漂亮 沒有錯 而且她是黑板圍一層的 對 可是她剛剛就這樣子 嫌疑最大的是魔術師 完全被人相信的是口情小弟 到底誰在說謊呢 馬上來看看 好 各位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 他們三位當中到底哪一位 對我們說了謊 6 5 4 3 2 1 說謊的給我下來小朋友 下輪 答錯 拿錯 來 我們來看一下姚中瑋的新造型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只有一對答對 我猜測可能連握手都不會 坐 坐 妳能叫她坐嗎 她不會坐 因為她是走體型的 她比賽體型的 等一下 這隻狗是鳴犬 這隻在70幾萬吧 這還假的 哇 那摸一下 挖一把毛回去 差不多有5萬吧 這一隻70幾萬 好可愛喔 她現在是在展現 她將來可以做成地毯的部分嗎 那我要坐囉 但是我們好像聽說 有一隻狗是真的可以跳 真的嗎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嗎 我們早到就早來給觀眾朋友看 好啊 好不好 再次謝謝我們這一隻 謝謝娃娃 謝謝 來看狗狗跳國標舞 因為娃娃她爸爸是從 美國買回來的冠軍登入全門 所以娃娃第一個 因為娃娃的血統好 第二個她本身要參加 台灣續選協會 曾經拿過中族全選手的總冠軍 因為她的 因此她的增加才會那麼的高 接著就讓大家來看看 國外真的會跳國標舞的狗狗 精彩的表演吧 呀 這樣 了 天啊 哎唷 弟弟啊 哎呀 厲害 有沒有看到今天這個真感動啊 有沒有 這個高腰褲衣穿 粉紅色領帶一紮 更想要把他做成公仔了 不是啦 好想跟你買保險 來 看一下 有沒有 通通第一 掌聲幫他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麼多的這個 各位 當中還穿插了三個怪怪的獎盃 有一個第二名他躲在後面 有沒有 也是吹口琴 可是聽說還有圍棋的 圍棋的在這裡 圍棋的在那邊 好厲害 所以這個孩子多采多魚 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就給大家表演一下 兩隻口琴要吹哪一隻 一開始就兩隻 對不對 好酷喔 對啊 還要拉小提琴喔 對啊 還要拉小提琴喔 酷 對啊 還要拉小提琴喔 各位 這個是兩分的 好不好 現在表演四隻 一次吹四隻 什麼群舞 你嚇到他 金婚式 金 喔 金婚式 就他最拿手那一首 金婚式 金婚式 好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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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聽喔 而且他要变换那个位置 好厉害 真好 有没有看到 他吹的音乐是活的 是有生命的 妈妈你的小孩不得了 对啊 骄傲 太棒了 艺术家 小小艺术家 好好给你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朱返光 太好了 那我们还有一位是真的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1号魔术师 近距离的 哈囉 你该不会再自己收奖杯吧 这样太落寞了 自己推走 哈囉 冠军 冠军你转过来 你公事包拿好了 人家这边还在访问你就在整理 一起來给你看魔术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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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全探No.1的近距离魔术秀 各位 近距离魔术来咯 音乐 所以呢 我大概需要呢 差不多这么长的 好 一梳就断了 俐落的梳 好厉害 怎么一梳就断呢 好厉害 怎么看到 OK 好 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幻觉 我现在把线呢 又烧断了 一段 又烧断了 一段 这明明白白的就是烧断了它 对 大刀方方的一烧断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条线呢 都是 独立的对吧 都是独立的个体 好 现在能够把它搓成一个小线球 好 像这个样子 我们都很近的看喔 对 我也很近 OK 好 我就不信它能变出了个春天 对 OK 好 现在我这个线球呢 稍微绕一下 像这个样子 艾雅可以帮我吹一下吗 仔细看 欸 咦 欸 欸 欸 我们都在旁边都认证 欸 這其中有诈 真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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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 que 欸 那是真的 就是个线 欸 喔 厲害 所以接下來是扑克牌的模組 欸 妳確定妳不是要錄 那個《綜藝大企大》 schauen 咋 有嚇過了嗎 好 我們先做個一般人 在家打牌都會用的切牌 切牌 對 在家打牌大家都會這樣打 不過魔術是比較不一樣 魔術在打牌的時候 如果要S他就會 我要黑桃S 對 S 我先去請大家看一下 這張牌每一張都不一樣 真的 OK 好 我想請我們的偶像 憲哥 可以幫我隨便喊停嗎 在 對 在撥牌的時候 1 2 3 停 這邊 好 OK 好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嘛 好 差不多 我想請憲哥幫我簽個名 簽個名 黑桃石 黑桃石 OK 好 黑桃石 我最主要目的是要要簽個 憲哥的簽名 寫個5 憲哥簽名很好看 我們可以鏡頭看一下 好 有 來看一下 這樣好了 鏡頭看一下 憲哥的簽名 獨一無二的 OK 我們把憲哥你的牌放在中間 阿雅姊姊可以幫我隨便喊停嗎 停 對 都可以 停 確定喔 多長一點 沒關係 差不多是這個位置 那可以幫我再簽個名嗎 一樣 好 心椎 這好麻煩喔 會不會把整副牌都簽完 好 因為我想要兩個人的簽名 OK 那接下來呢 我想跟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剛剛是簽了兩張牌對吧 對 一張是憲哥簽的黑桃石 一張是阿雅姊姊姊簽的 紅心J OK 好 我先把它併在一起 OK 憲哥可以請你手這樣子借我嗎 等一下我把兩張牌放到桌上的時候 請你用最快的速度把它蓋起來 不要讓我 我右手比較快 最快的喔 憲哥我們看你可以有多快 OK 好 一 二 三 OK 把它蓋上去 好 這樣有點慢 好 沒關係 我沒關係 我沒關係 OK OK 接下來呢 阿雅姊姊手也可以放上來 OK 好 等一下 OK 好 阿雅姊 OK 好 接下來呢 是我最喜歡這個魔術的部分 OK 因為呢 我的手要放在阿雅姊姊手上 應該不會是怕派來的吧 沒有 OK 好 仔細感覺 仔細感覺有沒有覺得手變熱了 有啊 廢話 因為我有體溫 我覺得你的手很 OK OK 好 現在仔細看 你要喝點枸氣喔 有沒有感覺有點變化 熱上來 我早就跟他 有耶 其實你們兩個有不可思議的原本 會採天在這個牌上 要不然就被他食指交扣了 真的 真的 OK 我們把手慢慢的拿開 放開 OK 好 OK 好 放開之後 沒變啊 沒變 但是呢 檢查一下這個牌 請大家檢查一下 怎麼檢查 我們兩個合而為一了 Oh my God Oh my God 難不開嗎 趕快幫我們分開啊 快點 不吉利啊 怎麼會 這兩位特殊的緣分 前輩子注定的沒有辦法分開 合體 喂 怎麼會這樣啊 真的變一張耶 剛剛那邊是兩張耶 怎麼會這樣 接著一下 來 接下來呢 他真的 這個是高手 我們今天終於看到高手了 做紀念 魔術高手 接下來我們需要用雙手 所以可以幫我拿一下麥克風嗎 OK 我們需要一個 在魔術中叫魔術球 OK 魔術球 大家看得到嗎 沒有啊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嗎 看不到是正常的 OK 好 仔細看 看得到是不是 我讓它變形眼 怎麼會有 OK 好 這個就叫海綿球 仔細看喔 現在呢 它非常的調皮 把它放在手上呢 消失 會從我的後面 跑出來 好快喔 好 那 現在呢 今天我覺得一個可能不夠 所以阿雅姐姐借我一下 OK 這邊還有一個 我怎麼不知道我自己的手裡有球 可以嗎 OK 好 所以呢 但是它非常的調皮 我現在一個放在這邊 OK 一個拿過來 仔細看 咦 兩個 如果呢 把它放到旁邊呢 它會 咦 你什麼時候扁過來的 OK 那我請鴨子 手可以借我一下嗎 好 這邊有1號和2號 1號 2號 妳喜歡哪一個 我選1號 1號嗎 OK 所以妳幫我拿1號 好 OK 我請好 翻過來 OK 我拿2號 好 仔細看 請一躺個手指 我的 妳的是1號 我的2號就變成1號 妳的1號就變成2號 這個 這個我們比較看不出其中的選機喔 好像只有妳認得他們 對啊 那1號跟2號還不容易 這樣子 很會開玩笑耶 像1號對不對 我把1號放在這邊 1號放在這邊 2號我拿著對吧 1號幫我拿著 對 握緊 翻過來 仔細看 仔細看 輕一彈個手指 1 2 3 看一下 會不會打開妳的手 妳的手裡面有感覺嗎 怎麼會這樣 妳根本有感覺 我沒有感覺 我今天問大家一個數學問題 一顆 放口袋 兩顆 放這裡 最後一顆 放口袋 OK 請問這邊有幾顆 這1顆囉 6顆 魔術中有不變定律 魔術有1 2 3 2 3 3顆 永遠的3顆 再一次 1顆放這裡 所有的放口袋 請問這邊有幾顆 這就1顆啦 這個還有再多出來 我們就把它吃掉 對 沒錯 它是1顆 我們錯一下 對 它是 好厲害 憲哥要吃嗎 有刀叉嗎 見鬼了 這個太強了 好厲害 就在我們面前 後面一定是包公要辦案 對 那接下來的魔術程序的原創者呢 是一位阿根廷的魔術師 好 那我今天把阿根廷的表演 帶來給大家看 厲害 來 好 已經上市的今年級百萬富翁 一天還睡不到四個鐘頭 因為他有跟美國的分公司來接軌 對 那妳們是在美國上市的 上市面 為什麼 這麼說我們藝能界 第一個上市的應該是菜小狐囉 為什麼 他在菜市場賣豬肉 你什麼了不起 好可愛喔 好不好 啊 哎唷 哎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哎呀 4個又出現了 掌聲鼓勵一下 我告訴妳 最好看的魔術就是小魔術 對 因為如果一個魔術 如果還能表演到 能夠有溫馨的感覺的話 是不是這樣 應該給她再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Denis 我告訴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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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魔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不可貌相 今天真的是海水不可抖涼 我本身對這個話題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喔 台灣地方這樣的景氣之下 他們可以說是創造經濟奇蹟 這個厲害啦 有沒有看到七年級生 16歲到26歲之間 對 根據我們最新的統計呢 30歲以上 年收入能夠破百萬的只有2% 百分之2 對 百分之2 所以你看喔 今天來的這五位就可貴啦 對 因為他們五位都是月入百萬 哇 不要緊張 不要 沒有 年入啦 年入啦 不是月入 年入 你很厲害 很厲害好不好 所以你看喔 幾位現在都變成大明星了 過去來講有沒有想到說 你們現在賺過一次最多的是多少錢 日入百萬嗎 一次 一次喔 比如說像林佑嘉拍那廣告 聽說是100萬 我沒有這麼昂貴 你怎麼哭出來啦 你 就說你很有喜感了吧 沒有 大概 差不多就是十幾二十萬 就不得了 一次喔 那也很厲害 真的喔 對啊 好高喔 你變人 他也是一次最高10萬 但是前奏完了他就 謝謝 只有前奏而已 前奏到10萬 對 我問一下那個楊中瑋 賺到的第一個100萬要幹嘛 我現在還蠻想買一台就是 就是機車 但是不是重型 就是一般的機車 對 摩托車 對 摩托車 50cc的嗎 我還蠻喜歡騎小車的 中... 中... 那剛才買腳踏車好更小 等一下如果萬一你過來 我買一部給你 真的 你說的 對 憲哥 憲哥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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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條件 從此要叫我乾爹 好不好 就叫我乾爹 沒有...不要 像話嗎 好啦 我們今天要來了解一下 希望趕快賺到自己的100萬 好不好 今天這五位都讓我們覺得很好奇 他們怎麼可以七年級生 就賺年收入百萬呢 一起來看看 七年級百萬富翁傳奇 百萬年薪是許多上班族的夢想 而就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七年級上班族的平均年薪只有32萬元 距離年薪百萬 似乎還有一大段的差距呢 那你知道哪些行業最有潛力嗎 根據老委會統計 平均薪資排名第五的是 礦石及金屬總鏈工 第四名是 船舶監管人員 第三名是 第二名是精算師 而第一名則是由航空駕駛 及領航員拿下 這些職業通常多屬於專業性 技術性 以及高風險的工作 但也有人靠著創意來創業 而成為百萬富翁的 像是來過我猜節目中的雅芬 靠著八瓶大的鞋店就月入百萬 大賣的鞋款和專櫃賣的鞋 品質相同 但是價錢卻不到一半 就連官夫人都會定期去選購呢 還有年營業額 超過一億四千萬的 網拍天后品均 網拍經驗三年的他 不但創造出全台第一的業績 更打入大陸市場 創下大陸網拍業 最快成為皇冠級賣家的紀錄呢 我太仁不可貌相 今天邀請到了五位 七年級的百萬富翁 創業相當成功的他們 要請大家猜猜看 究竟哪一位 已經有一千萬的存款了呢 太厲害了,趕快來猜 好不好,歡迎第一位金智晨 來囉 歡迎 我們一起來看他們 到底是怎麼算到這一百萬一五 還有有錢人 很會擺姿勢喔 來,走個台步,來... 來... 好,回來,回來 阿咪老師連音樂都沒有 對啊,他突然怪病 不是,他弄清楚 因為走台步是美女的準備 沒有,你看人家這個小小年紀 就這麼厲害 讓他走完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金智晨 你好 你賣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做 專門做個性化商品的 有公仔有Q化 很多像變色的馬克杯 我們的產品有大概五六百一樣 變色的馬克杯 都有 對,就是把人像做馬王 可是做這樣的東西很多 你憑什麼可以就是 賺那麼多錢 你一定有比較特別的經營手法吧 對 因為我們本身的資訊起家的 後來呢 因為我們旗下有 大概將近一百多位的設計師 我們在做 公司搞這麼大 對 所以你員工就有一百多個 設計師有分一線跟二線 還有分喔 就跟主持有一線、二線是一樣 是 對 我們一線的設計師大概二十幾位 二線的話大概將近百位 再加上公司的固定員工這樣子 那你都是那個 通路是從哪裡呢 哪裡賣呢 OK,我們旗下剛好有 我們旗下有13家加盟店 還有一家直營店 對 在做 在全省 各地點去做販賣 加上 我們最主要的通路是廣路 我想要問你的是 你的營業額 年營業額 是多少錢 額 目前 在去年的好像 大概一千六百萬左右 太陽經驗 各位 而且賣的設計商品 只要跟設計有關的都很好賺 我賺到第一筆錢 你拿來做什麼 對 其實在 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剛開始賺到第一筆錢 第一個一百萬是拿去創業 後來就去買了 也是B字頭的車子 哎唷 對 花300萬買了一部車 來犒賞自己 他要獨家的創意商品 給大家看一下 對 真的有創意 來...推薦 哎唷 是個氣球 對,現場吹 所以他不會這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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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個漏氣 漏氣再吹就可以了 現場特別來賓的這邊都有 有一個磁磚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 躺身 然後旁邊是 蠻像的 蜘蛛女的 這裡有一個是棒棒躺 躺身 藏身不老的棒棒躺 舔了會藏身不老 好可愛喔 這個面對一下鏡頭 真的 看一下 唉唷好可愛喔 有沒有看到 厲害 我發覺他們做不是亂做 他們做得非常精緻 對 其實最厲害的是這一個 這是剛剛講的那個馬克杯 倒熱水 對 倒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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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倒熱水 杯子後頭藏的是什麼呢 熱水一倒 倒滿一點 各位觀眾 有顯現 什麼 什麼啊 這神奇的馬克杯究竟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就知道了 千年級百萬富翁成功初體驗 竟然是誤會一場 第一次嘗到成功是從什麼 對 因為我爸爸是比較 就是鼓勵我去外面工作 叫我不要創業 然後有一天我聽到我媽媽跟我說 你爸爸 昨天跟朋友經過你的電影 然後跟人家說 那是我兒子開的 好感動 很驕傲 你們也很感動 他們回來之後所有感動都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他指錯 他以為隔壁那個電器行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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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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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子後頭藏的是什麼呢 熱水一倒 倒滿一點 各位觀眾 有顯現出來 我好清楚喔 真的耶 是我嗎 不是吧 Oh my 是誰 不知道耶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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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終於有機會把阿壓力的上品 那是我嗎 為了 當事人的這個 那張照片我本來沒有想要曝光的 天啊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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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戴手套 對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1號 謝謝 來 掌聲再給她鼓勵 謝謝 這些都是我的想法 謝謝喔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自戀的 所以在第一個商品就是把人做成了公仔 這就是我本人 後來陸陸續續就開始研發出很多個性化的商品 現在目前有將近五六百樣的商品 那還記得有一次喔 有一位新人他要做一個婚禮的回禮 所以我們一直趕工 一直趕工 然後到凌晨終於完成了 後來發現 顏色做錯了 所以我們臨時 趕快把我們的員工全部都摳起床 把所有人都來 再重新再製作 我們就要和你也開始欠一 一些些時間才把它送到 那一真的很驚險 瞧這些琳瑯滿目的個人化商品 你可知道他們的靈感是從哪裡來的嗎 七年級老闆的靈感來源 活動嘛 管理人士 你做工材 年節到的 還是最近有什麼東西最紅的 真是太意外了 竟然是從打麻將中獲得靈感 正所謂工作不忘娛樂 娛樂不忘工作啊 而身為副總經理的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那就是研究生 看他同時還要兼顧工作還有學業 像這樣的男人 真的已經不多囉 誰說七年級是草莓族 只要我們比別人硬 就可以很快速扶出檯面 歡迎第二位 SUSI 歡迎 SUSI 這個厲害囉 12號 SUSI 真的假的 22歲 164公分48公斤 老闆娘 老闆娘 來 走個台步先 她自創了一個記憶卡品牌 102 營業額4千萬 一年 4千萬妳相信嗎 太誇張了 先跟她打招呼一下 大家好 我是SUSI 今年22歲 才22歲 Oh my God 才22歲的一個女生 對 而且感覺她做生意很高科技 人家22歲有些還在念大士呢 對不對 A師就是你嗎 小小師父頭 蛤 那妳當時怎麼會接觸到這個 我是在國外念電子系的 然後就是因緣機會 現在認識了兩個搭檔 然後我們 美人就是出了2萬塊美金合資 然後去自創這個品牌 我們是自創的記憶卡品牌 妳跟一般的記憶卡有什麼不一樣 是容量特大 對啊 為什麼人家要買妳的 可以讓妳創造這麼多業績 什麼差別 我們的記憶卡 就是我們會實際的去測試它的相容性 嗯 還有我們 妳要測試 還有我們 現在都很學術 對 還有我們 嗯 我們在市場上的容量是最高的 一天還睡不到4個鐘頭 因為他要跟 對 就是 大家下班的時間我們才能開始睡覺 那妳們在美國上市了 上市面 為什麼 就是在市場上開始在賣叫上市 我覺得是有蹊蹺 對 我們應該找柯南把它調查清楚 這邊是臥底的吧 這麼說我們藝能界第一個上市的 應該是菜小狐龍 為什麼 他在菜市場賣豬肉啊 上市 他第一個上市 好 好啦 拿出總裁的架式好不好 那妳的品牌有沒有讓妳失敗過 失敗過是沒有 就是被客人就是 我很相信他 第一次第二次 他都是說100件這樣子 就跟你這樣下訂單 我們還會去喝東西去逛街 結果 結果 他有一次他說 我現在就是有一點手緊 所以 手頭緊 下再需要按摩一下 用油推一推 妳不要這樣人家好緊張耶 有一天我手緊 手緊 他說800件800個記憶卡 很沙利然後就說OK 沒問題 結果 大生意來了 貨寄出去了 他就不見了 紐約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所以是在美國 對 他就電話也不通 什麼錢都沒來 我損失了 快3萬塊美金 800件就有100萬 有的時候做生意吃虧就是學習 因為妳現在損失3萬 可能幫助妳以後少賠了300萬 有 妳看 我是不是很女常人家 先來看看她的記憶卡 個人品牌 來 各位 還自己當麻豆子 是妳嗎 不是吧 妳看清楚吧 不是 員工 妳跟我們介紹一下 包裝的挺精緻的 妳介紹一下 這種呢 就是高階的 然後是For單眼相機 單眼相機 高階 它這個隨身碟做的還真是滿漂亮 萬用的 小卡 大卡M2 這個黑黑的 這個是電腦 家用電腦的記憶體RAM RAM RAM就韓國那一個 好 有人家穿的有像喔 拍一下 所以這就是For RAM的 這個是For那個 家裡那個筆記型電腦 有沒有什麼問題是For它的 就是它跟其他的一般的品牌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最高的 最高容量 32G 然後我們的價格是 我們常常會推出一元起標 真的喔 給人家用標的 那妳怎麼標都標不到 一定要標到那個數字以上 沒有 那個最近有一個 男生來我們公司面交 又在打罪拳了 結果他 他說 我真的100塊買到了嗎 我說對啊 他說 我說 對啊 他說 那下次還有機會嗎 我說那你下次再標啊 有什麼問題 了解 比較重要的問題 好 久澤 我覺得他很適合你 真的 為什麼 你們兩個如果在一起 一定聊都聊不完 是一頭鴨腳 阿里哈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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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講英文好了 有嗎 嗨 哈囉 王好難喔 繼續王好難喔 健身 你好 你有男朋友嗎 不 因為 因為什麼 為什麼會沒有男朋友 因為我沒有時間睡覺還有 沒有 沒有 他是工作太忙了啦 他已經連睡覺時間都沒有 你是說你連睡覺時間都沒有 給他掌聲再鼓勵啊 第二號 我18歲就賺到我第一個100萬囉 還沒進入這行的時候 就是一概不同 因為種類實在太多 所以我要背這種貼紙 然後背了就是整個 就是快要抓狂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很多賣家在賣記憶卡嘛 然後我們就是想到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之前會做一元奇標的活動 然後一元奇標呢 我們還會送一個萬用的讀卡機 我們大概扣除開銷跟成本利潤 就是大概50塊左右 成功的行銷策略 不但讓蘇喜在拍賣網站上知名度大增 甚至商品在一周狂賣了200組呢 而平時工作嚴謹的蘇喜 在其他員工的眼中 是怎麼樣的老闆娘呢 蘇喜她很重視客服 其實有客人拿來 說不定只是找她聊天 她也能跟她聊到一個小時以上 買錯價錢的時候 她兇起來是比誰都可怕 參與其實沒有那麼難 其他可能努力都可以跟我一樣 好啊 第三位來了 一起來歡迎曾慧欣 來囉 歡迎 3號曾慧欣 70年次 26歲 114公分 78公斤 唉唷 來來 走個台步 走個台步 不用啦 男生不用啦 好現實喔 及時足指 跟大家說你好就好 大家好 我是小溪 很高興興來到這裡 謝謝 他年入營業額多少 跟大家報告一下 營業額是多少 1500萬 那你賣的是 吉他 吉他 一把如果是2萬塊的話 1500萬要賣幾把 我每把大概2000塊而已 那你當時為什麼 你本身以前有工作嗎 沒有 我那時候還是學生 那很喜歡彈吉他 因為我很喜歡唱歌這樣子 對 很多生意的開始都是從興趣 為什麼你賣的吉他 這麼多人買 可以賣出這麼多把 好幾百把 因為我本身是 因為我在念書就創業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創業念頭 那我覺得我喜歡彈吉他 可是外面的吉他很貴 那我在擔任社長的時候 想說我如果賣便宜一點 是不是可以讓更多人 學吉他這樣子 所以他主要是以量取勝 對 出道半年前只賣了一把 對 有沒有沮喪 有沒有想要把這個事業給結束掉 其實沒有想過結束 因為他根本就還沒有開始 因為只有一把而已 算你去扣那兩千塊撐 第一次嘗到成功是從什麼地方 就突然有一天就是 因為我後來有開店 因為我爸爸是比較 就是鼓勵我去外面工作 叫我不要創業 有一天我聽到我媽媽跟我說 你爸爸 昨天有跟朋友經過你的店裡 跟人家說那是我兒子開的 好感動喔 很驕傲 心裡面很感動 他們回來之後所有感動都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他指錯 他以為隔壁那個電器好 沒有啦 就是他 兒子太殘忍了 讓我想到我爸爸 搞錯...不要難過... 後來...覺得驕傲 就想說我要更努力 讓我周遭每個朋友跟家人 因為我感到驕傲 因為我把一個大家曾經笑我是笨蛋的東西 做成一個實驗 好感動 同樣的故事 同樣的故事 也發生在盧學瑞跟楊宗偉的身上 他們當年對不對 大家都會說 唉唷 你們怎麼可能對不對 到時候 現在民俠中外的超級巨星 有曾經這樣子被打擊過嗎 就是參加比賽的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負面的評價 他們的公幹多可怕 現在用實力來證明了 希望謝謝大家的支持 可以給我們帶來一首 心不了情嗎 還是要努力 楊宗偉的經典情歌唱腔 廣告過後感人登場 最佳不付錢的下場竟然是 簡詩純他約營業額10萬以上 年收入超過150萬 做的是什麼 自家產會 對 你看 這好手藝 這個 我跟你講 你以為這是模型對不對 錯 這個是一個沒有付錢的客人 所以就警惕我們是不是 抖起來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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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還沒唱 我就會哭了 加油 而且為什麼是心不了情啊 就這一首了 好好聽啊 心若卷了 好 好 還是要努力 這份 深情難捨難了 曾慧欣 天荒地藍 二十六歲 已不見你 終於 沐沐瘀 �沐瘀 流淹 沐沐河 一翻清 永遠難了 忍耐 我 不見你 再度 擁抱 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 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爱你怎么能了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 越难了 竟难了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爱你怎么能了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 越难了 竟难了 哎呦 中文 中文就这样 我真正要讲一句良心话 什么 你整个投入在唱歌的时候 长得好像阿咪老师 我以为 这两个男主角见面 对 各位 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唱 这边也会唱小情歌 你什么态度 你什么态度 笑到弯下的腰 来 我们来欣赏她的自弹自唱 我需要一点掌声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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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就算大雨烂阵 就城市颠倒 我会给你怀抱 怕不了 看见你被眼来到 卸下我 独描独念难爱的理骚 就算这个时子被寂寞绑掉 我也不会奔跑 怕不了 最后谁也都藏不老 卸下我 世界可其实叫做你的城堡 不好意思 各位 几位行家应该听得出来 速度有点快 因为他要买高铁的票 为什么 趕快唱完 赶快搭高铁回去啊 好清俭喔 他现在已经不用搭高铁了 赚到了第一笔钱 他做了一件让我们感动的事 什么事 这有点感伤 不要再烤啊 不要再烤啊 你先烤 好 拜托 你现在弄在这儿星光大道吗 不会啊 我觉得他这样子真的是 让人觉得很感动 那你会哭干什么 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我是想说买一台车给我爸爸 好孝顺 那买了吗 没有 因为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哥哥跟我讲的 因为我当下没有看到 他说 我昨天跟爸爸去送檳榔 然后 没关系送檳榔 他说 他哥哥就跟我說 爸爸 爸爸去看到一台冰市车 因为我爸爸是个很清俭的人 卖冰榔干嘛一定要开冰市 没有 我爸爸觉得 他是去看 对 我爸爸去看 因为我爸爸个性是比较 就是很朴实的人 我哥哥说 我爸爸就说 你能不能把车门打开 借我看一下内装 我爸爸就像小朋友 在里面爬啊爬啊 玩啊玩啊 真的吗 所以现在买给爸爸冰市之后 他也是一天到晚在里面爬啊 是不是 不过我再爬 那我还是想要知道 送给爸爸那个内刹那 爸爸反应怎么样 那时候 爸爸一打开看到钥匙的时候 就默默不语 就笑了一下 就觉得 这一刻就觉得 努力的七年做了这么多 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样子 就 哇 真的很大人 没有 爸爸是假装冷静 结果就笑一下 然后进厕所你一刻就 这就是什么 终于 你还看到儿子有成就 这是最开心的 我觉得有成就就算了 成就之后还懂得孝顺 这就难得了 好 你到后面慢慢哭 好 十八岁曾在民歌餐厅 铸唱的曾慧欣 与吉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有的故事 都从这把吉他开始的哦 有些人说 那这把吉他声音怎样 我就会录一段 自己自弹自唱的 给大家看 然后也就是 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怎么弹 怎么唱 那我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唱得很棒 很完美 那我就是自己示范 然后只弹自唱 放在网络上给大家全看 初学者弹吉他第一条弦 第二条弦很容易断掉 那我就想说 那我把它当成我的诉求 买我们品牌的吉他 第一条 第二条断掉 一辈子换弦不用钱 这些都是我们的 鎮店之宝这样子 然后大概花了我 百多万 为了让大家能够亲眼见识到 这些梦幻异品 小心砸下大钱 放满了整个橱窗的昂贵吉他 相信大家都看到你的用心了 以这把Koa系列来讲 台湾只有两个支 那一支是在桃泽身上 它是用... 它在演唱会的时候有哪一支 另外一支我就把它买下 摆在我们店里 让很多人来看一下 原来这支就是可以看得到 然后就是不用花钱 所以我觉得人生就像弹吉他一样 只要你努力不断的练习 你就会补出你人生最美的歌曲 加油 好了 欢迎第四位 简思纯来了 简思纯 欢迎四号简思纯 二十三年次 二十三岁 一百六十五公分 四十七公斤 好耶 也要走个台步吧 走台步 走台步 来 来 简思纯她一营业额10万以上 年收入超过150万 她看起来就是还蛮精明干练的 老板娘 妳做的是什么行业 指甲彩绘 難怪一出来就要秀一下 直接秀一下她的指甲彩绘 妳把爪子弄這樣我们看一下 爪子这样 她爪弓 所以她还有链子耶 妳本身是老板 对 是在台南开业 我是百业市 真的 所以妳想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来经营吗 因为台南热闹的地方就是在夜市 所以说我们就跑夜市 就靠妳一个人做吗 对 一个人 一个人 真的吗 那怎么忙得过来 因为我速度比较快一点 我15分钟可以做一个 好快 所以妳看 伸得一双巧手也没看到 所以妳这样子一个月 营业额就超过十几万 而且她很聪明 因为百业市 所以也没有租金的那个成本 对不对 但是有黑社会来跟她要钱 有吗 不会啦 原来黑社会就是你 妳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人 在这个白摊子 黑社会如果穿这种外套很丢脸 后来还要小翅膀呢 胸不起来的耶 胸不起来 妳有沒有遇到困扰在那裡 困扰是还好 大家都对我很好 很照顾我 为家中清偿债务 半年没有休假 真的要哭是这个才该哭的 当时的情况 没有 家里负债多少 5千 没有那么多 用指甲就可以赚回来 因为指甲成本低 负债的话大概有两三百那边 当初是这个动力让妳往前的吗 因为我是单亲 然后妈妈没有工作 然后我很爱她 当然 那么辛苦把你拉拔大 结果 今天你看 是有为青年 负债两三百万 后来就靠着你这样一针一线 把这个夹给缝补起来 一针一线 对 这代表她的努力 而且每一针都是她自己的努力 李久泽有问题要问你 最重要的问题 对 因为她19岁 对 有房子 有车子 对 他23岁啦 没有 有老公吗 老公 老公 什么东西 老公 老公 就是我喜欢你的行人 真的吗 你喜欢酒酒 你这个假行人 你竟然听不懂老公 你好 你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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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怎么演起来了你 就活生生 有情敌啦 有一个人每天都来给她做指甲 为的只是要摸到她的小手 男生嘛 男生吗 男生 就现在男生还蛮多的 男生做水晶指甲吗 没有 就可能画个一两只而已 那对你有目的那怎么办呢 我 还是要以客为天 你应该还是帮她做指甲 拿镊子来夹手 你说这是我们最新学的方法 有噴血的话是正常的 最厉害是这么困难的水晶指甲 她15分钟可以做完一个 而且不只指甲 还有一些手绘的东西 你看 这好手艺 这个 我跟你讲 你以为这是模型对不对 错 这个是一个没有付钱的客人 所以这个警惕我们是不是 抖起来 去光顾她的脸 记得要付钱 她这个比较特别 对 这是我去比赛的时候 比几米的图案 好可爱 上面是几米的画 就向左走 向右走 好漂亮 好厉害 她画光好细 你看这个小女生上面 这个是比较贵的部分 她就在上面写一个很贵 我看一下 而且你看她这里 你还帮人家画鞋子 手会写 就有画那种笔画也有 好 这是我们第四一位 谢谢 谢谢 这是我工作人员来 首开的一间店 虽然连数不大 可是是我辛苦努力换来的 视纯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彩绘速度 十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作品 因此可以帮很多个客人做指甲 一天总收入高达六千九百元了 我的工作范围 除了指甲彩绘之外 还包括鞋子、帽子 甚至到壁画 那最近还推出了手机彩绘 还蛮受不高下来的 因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一天将近十二个小时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所以没有机会可以找我的朋友 每天上班都超过十二个小时的失纯 不要以为她现在要下班了 而是要换个地方继续工作呢 她的代步工具是十九岁的时候 赚到的钱送给自己的礼物 真是不简单 我们就跟着她 到另外一个工作地点去看一看吧 没错 晚点之后的失纯 还到夜市继续她的工作 像她这样认真努力的精神 真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好的学习呢 穿越其实并不难 只要你有心搭配一些巧思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哦 欢迎第五位 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 廖哲义 来 欢迎 小廖 廖哲义 73年次25岁 169公分 问一下 大家都说你像谁 颜承旭 颜承旭 真的有 正是不公平 会赚钱就算了 既然外形还像颜承旭 到底有多像呢 先拜个关子吧 好 你做的是什么 我专门做一个网站是 里面介绍 哪里可以买到五元的商品 还有这项的券 就是他 太好了 五元可以买一件Polo衫 对啊 这五块钱就可以买到 这应该是纸糊的吧 我表情 对 对 这是那个老板说 因为现在小孩子很爱乱 所以他就是给拜价 5块10块一样 有时候快没 可是他有时候会没有电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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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哲益 来 欢迎 欢迎 小廖 廖哲益 73年自25岁 169公分50公斤 要不要可以走个台步呢 来 请拿着麦克风 还真像阿咪 蛮像 真的蛮像的啦 有像耶 真的 有一点点 有人说你像谁 好啦啦 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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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早下班喔 那个 那个 酒车你去代班一下 快点 反正那个随便乱按就可以啦 我很想 大家都说你像谁 延程序 延程序 真的呀 像延程序 真的 真的 我跟妳講 妳自己有这种错觉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不是 就说 就跟你一样 妳说妳自己像刘德华 至少要像不像三分样 没有 好 妳做的是什么 我专门做一个网站是 裡面介绍 哪裡可以买到五元的商品 还有这价券 就是他 有上过 马上现场就有人有上过那个网站 五元商品 你跟我们讲一下五元可以买什么 我们五元有找到衣服啊 鞋子啊 袜子啊 衣服 五元 也是二手的吧 不是 他全新的 全新的 怎么可能 年营业有一年做多少钱 现在 至少有1200万 真的啊 出于五 天啊 好厉害 所以你要自己去找那些货来卖吗 还是你只是签个线 我只是签线的动作 那你赚啊 他没有那种囤货压力 那签线你怎么赚钱呢 呃 就是广告啊 因为我们会建议店家卖五块钱 然后帮他们做一些行销活动 你是不是很多餐没吃饭啊 太忙了 没有没有 我都吃一块钱的 真的假的 你一块钱可以吃什么 没有 因为我们一块钱可以有烤番薯 真的假的 对 你不要再虐待自己 你赚到钱第一件事去做什么事 跟朋友一起吃鱼翅 吃鱼翅什么 要好好补一下是不是 没有 去吃鱼翅啦 吃鱼翅啦 吃鱼翅喔 吃鱼翅啊 吃鱼翅 那你有带来你的作品吗 有… 来看看 五元我可以买到什么 全部都是五块吗 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奇耶 还有内裤 太行啦 五元可以买一件Polo衫啦 对啊 这五块钱就可以买到 这应该是纸糊的吧 不是 它这个还有厂牌的耶 真的啊 对啊 它是 一件五块这样啊 对啊 要一个人先够两件 你看这个皮带 也是 只是好像有点太烙烙 没有啦 这个可以调宽一点 没有 因为它五元 所以布料比较小一点 这一双 这个是鞋子的 因为五元 所以就比较小双一点是不是 手表就有了 对 这是那个老板说 因为现在小孩子很爱乱玩 所以他就是 给卖人家五块 十块这样子 那一个一两天就差不多了 是真的有时间的喔 可是他有时候会没有电啊 有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电来一下 而且时间随便乱跳的 十一点 接下来就三点了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嘖嘖珍惜 对 大开眼界 涨 涨 涨 不少大家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都已经涨价了 五元可欣 有用的喔 这是哲义架设的五元商品网站 里面的种类可是琳琅满目的喔 而这些东西都只要五元 真是太便宜啦 每个月靠着路口网站的 广告营收 我们可以赚进五十万元以上 而我们为了开发新的客源 我们都会每天出去找寻 贩卖五元商品的店家 有一次我和卖车轮饼的顾客 谈生意 没想到这个老板 竟然是我的直系学妹 当下他就二话不说 要刊登我的广告 让我相当的难忘 我们会定期的开会检讨 用小卡片的方式来鼓励对方 或者是齐取自己 达成自己的目标 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 彼此可以一起加油 一起实现梦想 好 我们现在来马上要给大家看看 这五位当中 猜猜看哪一位现在 有一千万的存款 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能小看 而且其中有一位的存款 已经高达一千万了 到底是谁呢 來 卢學蕊 2号 來 1号 為什麼 因為覺得他整个就是 公司感覺规模很大 而且通路 就是他们的产品那么多样 中尾 3号 3号 麦吉他的 哪位 1号 1 1 因为 他讲话的整个感觉 给我们比较有自信 比较安全感 那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好朋友 是不是跟你们一样 3号 3号 因为他说他花300万买车 他会花300万买车 1号花300万 1号 3号是买一辆冰湿 但价钱就不知道有多少 1号 1号 可是因为3号他感... 3号他感动我了 來賓的猜测结果出来了 电视机前的你觉得会是谁呢 先喘口气 待会再回来揭晓 我猜 我猜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究竟谁的存款超过一千万了呢 话不多说 看解答咯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给大家看看 到底他们七年级的百万富翁 三位当中 哪一位已经有千万存款了 來… 倒数6秒 5 4 3 2 正确答案 请下台 答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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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通通答错了 我在这里 机器坏掉 机器坏掉 赶快来修理 张勋杰 你的衣服截动了 CAS能冻猪肉 我除了靠着五元网站的广告营收之外 我还有投资基金还有房地产 目前我已经存款一千万元 我觉得开圆结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只要努力 我相信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加油 下次再来的时候已经上益了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加油 你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只有上益的时候就是一条线 就人在哪 有错 今天刚好很多人都发唱片 还有新的节目 电视剧 所以今天是不是给你们很大的励志的感觉 真的 希望大家都很好 今天每一位都是非常的杰出好不好 我们在这里把这一段精彩的节目 呈现给我们所有的 全世界的年轻的朋友 好不好 再一次谢谢她们 咱们下周团队先继续回答了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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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青年 阿拉伯 加油 唱片大班 加油 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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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片